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我们正在讲的一个主题是 爱慕耶稣 今天我要提到一个爱慕主的人 爱爱神的人 他也会爱神的话 我们的主是道成了肉身 在他的话里面有生命 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他的话跟他是不能够分开的 一个人不可能他爱耶稣 只活在那个感情里面 感觉里面 却不爱神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如果真的爱主 你就会爱神的话 彼得前书给我们看见 很宝贵的一段话 在彼得前书的 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二节跟第三节 第一节提到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 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信主了 我们悔改了 我们从过去的 原来的旧人里面出来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 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这里说一个人 他一个出认识主的人 他从一起头 他并不需要慢慢学习 才晓得渴慕 才晓得爱慕主 他从一起头 应该就是这样 彼得说 就像一个刚生下的婴孩 就是爱慕奶 没有一个小孩 你需要教他怎么样吃奶 他应该一个正常的健全的孩子 生下来就是爱慕那个奶 想要吃奶 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这个 而且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这个 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并不是信主以后 慢慢才学会这个 应该一起头 我们就爱慕主 也爱慕这个神的话 这里好像没有提到神的话 可是有人告诉我们在这里的灵奶 这里用的字并不是像平常 我们在讲到属灵 像那样的字 而是在讲到神的道 logos的那个字 所以有的人把这个灵奶 翻译作道奶 当然这个翻起来有点奇怪 有点不太顺 所以我们翻译作灵奶 可是其实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我们提到一个人出信主 就应该可慕神的话是对的 我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士兵他放假的时候 有人要他去参加聚会 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就得救了 他得救了 教会就有弟兄就给他一本 基典会的圣经 新约的圣经 三天以后 他大概又有一个假期 他就跑出来 就去教会找牧师 他说牧师 这一本人家给我的 这一本上面写的新约全书 是不是还有一本旧约全书 牧师想到他太急了吧 他劝他不要急 他说你先读完新约 慢慢再来读旧约 这个士兵跟牧师说我已经读完了 你看这个人他刚刚才认识耶稣 三天内他把新约圣经读完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像这样的渴慕 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 我认识主的时候就是这样 刚刚开始我也在一个聚会里面 决志要信主 后来我也参加教会聚会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没有真的认识主 我只是进到教会里面参加聚会 应该说进到教堂参加聚会而已 可是聚会一段时间以后 我真正的遇见主 当我遇见主以后很明显 我发现在我身上有一个特点 我很渴慕神的话 读神的话就是有味道 而且有亮光 我想我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读得懂 可是完全没有 就是读不懂的地方也不会 骄扰我也不会让我困扰 事实上我好像不觉得我读不懂 好像每一个地方都读得懂的 是的 无论怎么样 很渴慕我们就是参加聚会 那聚会里面如饥是可的 讲台讲什么道 我带着笔记本就抄 我想那些笔记本我 事后不会再去看它 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子 渴慕 所以差不多如果那一天 牧师讲了特别讲几节经文 聚会结束 我差不多那些经文都会背了 还不只背在头脑里面 好像背在生命里面 背在心里面 那些成的道成为我们的喂养 成为一个种子 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且逐渐在成长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相信爱神的人应该像这样 他们的心要如同美好的田地 渴望栽种那些上等的种子 所以他们遇见神的道 就好像得着宝贝一样 他们会抱住他 养育他 要看见他带来生命的奇迹 我们也认识许多人 他们真的很渴慕神的话 今天我觉得比我们以前更有福 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有录音带 甚至有CD 我们可以听过一篇道 还可以再买来反复的听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我刚信主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那么方便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也还没有那么有钱 不像现在人人都有录音机 甚至都有CD player 当然现在这个都已经不算什么 很多人有DVD player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装备 可是我们那么饥渴 我跟你说 我常常听一遍道 在句位里面听一遍道 好像不需要再进入营带 我们已经那样的吸收进来 有许多神话语的规模 就这样逐日的建立组织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愿我们都继续这样子的渴慕 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 他说当神的道栽种在新田里面的时候 就像种子在土地上 如果那个土地会说话 他会说种子在我里面大有能力 确实的 你看一个种子安安静静放在那里 以后它要长出怎么样的生命的奇迹 我们都不知道 一大片树林也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属林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爱慕神的话 你应该可以说 这个神的道 那个永恒的种子 在我里面大有能力 你知道他将要成功许多生命的奇迹 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人 因为神的道而改变他们的生命 圣奥古斯丁因为神的话 罗马书十三章的话 完全改变他的生命 从一个虽然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可是却是一个生活非常的杂乱的一个人 改变过来 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 以后有人认为他是保罗之后 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人之一 这一个奥古斯丁 他借着神的话 不但他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 你也可以说他改变了整个教会历史 本人约翰也是17世纪 所以英国那个晋信会的牧师 江班远 他在那个时代不被允许讲道 可是神呼召他 神使用他 他心里有负担 他也是讲道 为了这个他被下在监牢里面 他在监牢里面 按着书主给他的亮光 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影响太多人 那本书被认为是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书 就是天路历程 可是这个人 怎么样能写出那本书 那样叫人得到帮助 因为他多多的经历到内心的挣扎 还有对主的认识 连他得救的时候 都有很多挣扎 他读神的话 不是那么快就 完全生命就落实 可是一次又一次 神的话帮助他 最后他整个生命 能够真正的安置在神里面 他的信心从此有那么坚固 一辈子那么坚固在主里面 甚至他那些经历 以后他表现在他所写的天路历程 叫许多人在里面看见自己灵魂挣扎的影子 所以他们喜欢这本书 有一些在教委理事上有一些人 那么宝贵神的话 那么爱慕神的话 他们传讲神的道 他们甚至为了这个牺牲生命 为主殉道也在所不辞 比方像十四世纪是不是 十五世纪那个布朗格的有名的传道人 John Haas 约翰胡斯 他应该是十五世纪的时候 他是在十五世纪初的时候 他为主殉道的 他因为传讲神的道 后来被烧在火行柱上面 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后来被人觉得好像有预言的意义在里面 这位弟兄约翰胡斯 他快要被烧在火行柱上 在临终的时候他这样讲 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 他用了一个双冠语 因为他的姓将Hus Hus Hus 这个字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也是鹅的意思 就是鸭 鸭 鸭 那个鹅的意思 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 一百年后 从现在开始 一百年后 你们将要听见天鹅歌唱 到那个时候你们不会烧死他 你们一定会听他 这是很有趣的一句话 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 但是从现在算起一百年后 你们将要听见天鹅歌唱 而且你们不会烧死他 你们将会留心听他 他是在1415年烧在火星柱上的 几乎整整一百年之后 1517年 马丁路德把95条盯在威登堡 他的教堂的门口 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 果真有许多的人听他 而且以后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人说这是为什么 后来有一次人家画马丁路德的画像的时候 旁边总会画一只天鹅的原因 因为这是布拉格那个传道人 约翰胡斯的一个预言 那主盼望我们对神的话很宝贵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对神的话很宝贵 是一个榜样一个范礼就是大卫 也许我们可以看诗篇19篇 诗篇19篇大卫的诗篇 这里提到他对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宝贵 从第七节开始 诗篇19篇第七节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字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风房下地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得这些便有大赏 这是大卫讲到神的道 他说神的律法全被 神的律法是perfect 是全被的 能苏醒人心 所以当你觉得心不整齐的时候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心不整齐 好像世俗的思虑烦扰所困 你拿起圣经来 世子感读到你心安静下来 有时候不一定要 怎么样读得非常懂 你就是读他读他 你会发现慢慢你的心会安静下来 你的心会不一样 有人说神的这本圣经 可以保守我们远离罪 可是也有后半句 就是有时候罪会使我们 想要远离这本圣经 当你不那么想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留意 你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 不是很完全的地方 那时候反而你更应该 勉强自己要去读神的话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那个确定的意思就是 很确定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可以使愚人有智慧 这里的愚人意思就是 一个很简单的人 可能一个无知的人 我想我出信主的时候 我们对属灵的事就是很无知 可是很起头就读到登山宝训 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要读马太福音 我就开始读马太福音 很快就读到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 那些话对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多神学 我就只是接受 今天我当然有比那个时候 多一点的神学认识 可是我还是认为 那是生命中最大的智慧 我并没有因为 我们现在对真理认识多一点 就想把那里的话 这个转个弯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些话应该可以 相当直接的去遵行的 像我们读到那个走两里路 我觉得生命里面很大的智慧 你走两里路 我觉得那好像存款一样 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 那只是打平而已 可是你多走一里路 你主动的 超过你应该有的 放弃你的权力 就好像在存款一样 生命中的存款 有求你的就给他 像这样的话 使我的生命能够真的很单纯 不需要考虑太多 我们就是顺服主 耶和华的训持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我想那些遵行神的道 凡是以训回合法度为标准的人 他们会是最快乐的人 你应该试试看 那些真正的要顺服主的人 常常是最快乐的人 不但这样 他们生命好像是一个磐石 使得那些有烦恼的人 会到他们那里去 来寻求帮助 而你也真有生命的能力 可以帮助别人 耶和华上帝的命令 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那意思是神的道 是很纯净的 pure 而且能够发出光来 radiant 能够明亮人的眼目 神的道的纯净 所以使我们的眼目能够单一 能够明亮 好像神的道也可以发出光来 使我们照亮我们全身 也能够光明 你读神的话 会带来这个结果 你越专一读神的话 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单纯 会越来越简单 可是越来越明亮 大卫说 比金子可羡慕 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见金子 我们的眼目发亮 大卫说 我们羡慕神的话 爱慕神的话 过于这些 因为我们可以在神的话里面 找到那一位我们所爱的主 所以 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枫芳下地的蜜甘甜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话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很富足 蜜好像算不得什么 等你饿了 你就会真的觉得蜜是甘甜的 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人 也许你就会更保卫这个 我们不但吃过蜜 我吃过带着蜜的蜂房 那个光看就很吸引人 如果你跟我一样 当然蜂房吃了 你不能吞下去 有点像口香肠一样 搅一搅 有点像蜜 可能它里面也还有蜜 好像是 我们可以再把它吐掉 可是 那个看起来就是吸引人 所以大卫用这样来形容 他说 比蜜甘甜 且比蜂房 下地的蜜甘甜 我再一次想到我 年轻的时候 当我出信主的时候 信主一段时间 我们逐渐对神的道 有更多认识 你就更渴慕 更爱神的话 很大的饥渴 所以后来我看见别人这样做 就是一个榜样 我也照着走 我到孤陵街去 去买了一本 旧书滩 买了一本 金编圣经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 把圣经卖到这个旧书滩去 那时候孤陵街 还有很多旧书滩的时代 我买了一本旧的金编圣经 穷学生 而且我们目的是 把它拆开来 我们就把它拆成六本 摩西武经一本 历史书一本 诗歌智慧书一本 大小仙哲书一本 《星际》我们分成两本 《四福音》跟《四徒行传》 还有后面的 然后 带到我们学校前面 一间 一个店 去把它装定起来 那个时代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 可是我们还是找到地方把它装定起来 因为小小一本 随身可以携带 等公车 做什么 经常拿起来读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读圣经的 心里非常渴慕 后来我当兵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带了一本小小的圣经 在口袋里面 他们允许我 我这样带着圣经 一有空 人家休息三分钟 我就拿起神的话来读 我们非常的渴慕 一有一点空闲 如果不容易读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背一点圣经 比方在车子上面 有的时候你不应该读 读什么东西 你眼睛会搞坏 我们就背一点圣经 我们就是这样 非常的渴慕 但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如果你爱主 我相信你会爱慕神的话 大卫说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那我们这样守住神的话 好像那个地图守住种子 知道他一定要成长 要造成生命的奇迹一样 我们守不是只用悟性来守 只用记忆来守 保罗在提摩代后书第一章说 我们是靠着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 来牢牢的守着 我们是用信心和爱心 来守住神的道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而且大卫说 我们因此受警戒 但因为我们也这样受警戒 要好好守住神的道 讲到神的话语的宝贵 可能有一些基督徒知道 有另外一篇宝贵的诗篇 就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这个很好记 因为诗篇十九篇 还有一百一十九篇 就刚好都有一个十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节 你如果注意到 它每八节就是一个段落 那是因为这一首诗 他们称为离合体诗 Acrostic 就是离合体 意思是 他们叫字母诗 它的意思是这样 它每一节开头的地方 就用到西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以ABCD来讲 一首诗歌如果是离合体诗 那么它就必须有二十六节 因为有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第一节是用A开头的 第二节是用B开头的 就是像这样 这个不好写啊 S开头的字很多 A开头的字也很多 X开头的字不太多 对不对 Q开头的字也不太多 要写一首诗 所以那个是要花一点功夫的 而西伯来文它的字母有二十二个 所以如果在圣经里面 你看见有一些二十二节的 做一张的这样的 又是诗歌题材的经文的话 非常有可能它是离合体诗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也是 而且它更不好写 因为它第一节到第八节 每一节都用Ales 就是这个西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头的 而九到十六节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头 以此类推 所以它很不好写 那这一首离合体诗 有人认为是大卫写的 它确实很合乎大卫的风格 可是也有的人认为是文士以色拉写的 就是归回的时期 这个以色拉在以色拉记 第七章第十节 他讲到他自己 他说这个文士以色拉定制 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而且将律例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也这是一个宝贵神的话的人 文士以色拉被主的爱感动 他归回放下苏山王宫的荣华富贵 回到神的百姓中间 把神的道教导他们 而且把当时他所知道的圣灵经卷 编转起来 成为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 他为文士的阶级开创一个美好的风格 他这篇诗也给我们看见 他把神的话升华为很优美的艺术 他用离合体诗来写 所以很有趣 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些教训而已 他可以用诗的题材写 事实上圣经 大概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是用诗的题材写的 所以我们读神的话 有的时候也应该像尹斯朗诵一样 进入一种艺术的欣赏一样 我们爱慕神的话包括这一方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引用神的话 把它读得有味道 比方这里 119篇第9节 你可以这样读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尊心你的话 我把它读得有韵味 这是尹勇的意思 中国古话说 动声曰银 长言曰勇 你开口 朗读他就叫银 你有时候把一些话拉长了 把一些字拉长了 就叫做勇 也许你应该摇头晃脑的 像古代人淫世一样 甚至身体晃动 有的人那样的喜乐 整个人来读神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爱慕神的话 那这一篇诗篇里面 还有许多话讲到这个 比方我们稍微看一下 比方15节16节 诗篇119篇15 16节 这里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看重你的道路 这里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在神的律例中自乐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读神的话就充满了喜乐 比方19 20节 他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这个诗人表达那种苛慕 他说我时常切勿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他好像觉得他自己像一个孤儿一样 所以他希望神不要向他隐瞒他的话 好叫他生命有一个医头 有一个医归 45节 诗篇119篇45节 他说我要自有而行 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这里或者说我要行在宽阔之地 如果我们考究神的训词 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 宝贵他的话 行在神的话当中 那么主会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地 有的人喜欢在为自己选择道路 希望能够更有发展 找到更宽阔的境界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 你宝贵神的话 会有这样的果效 32节说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当主开广我们的悟性 我们更明白 我们就会更往他命令的道上直奔 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有点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你可以颠倒过来读 你可以说 我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的时候 你就更多开管我的心 这样两方面读 都是很有意思的 我也喜欢165节 165节 不知道我们以前有没有注意过 这里说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 我读错了 他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一样的意思 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 你有没有读到这个话 一个人爱神的律法 会有大平安 没有什么能够使他绊脚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爱神的话 这样读神的话 神的话不只是一些文字 或者一些读出来的声音而已 他是生命 比如说他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一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有一天道来成为肉身 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这是永恒的道 他是活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个道 有一位神的仆人说 圣经一切的真理 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 我觉得这个多么好 我们读神的话 那个忠心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脚前 像玛利亚一样爱主 我们得着他的同在 但愿我们爱主的人也这样爱慕神的话 让神的话引我们到主的同在里面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再会 谢谢 我愿意 那些不愿意 我愿意 去世 我愿意 让我愿意 去世 和我愿意 是 是 是 我愿意 我愿意 是